我现在在澳门,澳门的永利啊,从我身后里围了这么多人,这都是等着看那个发财富表演的,还没开始呢,已经围满了人了,都挤不进去了。 表演开始了,我给大家拍一下,非常震撼,首先要看这个点上,点上本来是十二生肖,现在突然之间就打开了,就像是宇宙有个通道, 打开了一个通道一样,这里面是动画,音乐也响起来了啊,现场的人都举着手机朝上看了,现在围的人更多了,我之前来澳门就看过这个表演啊,非常的震撼,每次来都要看一下, 这是年年有余的意思啊,很多鱼游来游去,组成一个符字。 哇,这个大门也打开了啊,后面居然含有那个机关,一个水晶大灯,从里面缓缓降下。 哇,漆黑的夜空中,生下来这么一个钻石大灯,忽闪忽闪的。 哇,快看下面。 哇,下面的那个黄金树升起来了,发财树啊。 全是金色的啊,金灿灿的,这叫发财树啊,每一个叶子都是黄金的,据说有九万八千片叶子啊,这真的是金树银花呀。 由金树组成的发财树,据说。 哦,要结束了,这个树慢慢的降下去了,然后底上的那个门也要合住了。 还手里呼应呢啊。 哇,这个树降的速度很快呀。 没看过影的话,再等一个小时,还可以再看下一场。 降下去的时候还冒起一股烟来。 仙气飘飘的感觉呀。 哇,这个树上的要关注了,哇,下面这个也起来了,要关注了,怕发财树藏在里面啊,怕别人偷走,这捡一片叶子就发财了。 哇,严丝合粪啊。 看完表演啊,可以到这个娱乐场里面玩几把啊,搏一搏,单车变魔头。 发财树表演是老永利啊,然后当载这边有个新永利呢。 这边的,这个楼更豪华呀,大家看,这边叫永利皇宫呢,非常的壮观,然后这下面还有喷泉。 最有名的呢,是还可以坐那个,那个缆车,坐在缆车上看喷泉啊,免费的,只要去排队就可以了。 哇塞,这排队人这么多吗? 都排到那边去了,我也去坐一下吧。 这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,大家看看。 哎呀,这排一下估计点一个多小时了吧,算了吧,我就不去坐了。 我没那么多时间等着啊,而且现在风挺大的,挺冷的其实啊,算了,坐个缆车而已,我就不坐了。 简单在这天桥上拍一下就行了。 坐这个缆车呢,要注册一下他们的会员,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注册会员了。 我就在这下面拍拍照吧,哇,现在这个喷泉又打开了,音乐喷泉,太棒了。 这边的泳泉大堂里面是这个表演啊,一个玩偶,以上一下的,跟发财数差远了,但是这边装修的更豪华。 看这个内部,就像皇宫一样啊,所以叫永历皇宫。 澳门这两天好冷啊,我都穿上外套了,刮风了啊。 现在在澳门这个十六部码头这里,特别繁华的这个老城区啊,现在去吃个饭去啊,中午了。 澳门这里有很多骑摩托车的啊,在香港没看到有骑摩托车。 在这个巷子里面呢,美食店,这都是居民楼。 去这个番茄屋,澳市蒲国菜啊,葡萄牙餐厅。 在居民楼里头呢。 门外有菜单呢,意面,饭类,海鲜类,饮品,小吃,猪扒包,杀绿,好多选择呢。 人挺多呀,都坐满了。 装修很不错啊。 这叫什么? 马戒小球。 第一次听这个名字呀。 蘸点番茄酱啊。 这就是红薯。 鸡肉举饭啊。 薄果风味儿,鸡肉举饭。 上面是鸡肉。 下面是饭。 拌起来吃吧。 这个都拉丝了啊。 更热吃。 很热吃。